观众朋友大家好 关心你们家园 欢迎收看10月5号星期一的大台中新闻 新闻首先关心到的是农产消息 台中大渡山上的红土地形是相当适合地瓜生长 而这口感上也比一般的地瓜是来得松软香甜 而沙鹿地区是全国地瓜的重要产地之一 但今年3月初的时候却遇到了旱灾现象 雨水比往年来的少 而品质不变 但是产量锐减将近有三成以上 而产地价格跟去年相比其实是差异不大的 能有希望在地瓜的产期消费者都能够多多悬购 帮助他们能够守住成本 翻土机缓缓前进 将躲藏在土里的地瓜一个一个翻起 每棵都相当饱满圆润 由于大渡山上的红土地质相当适合地瓜生长 不管是红地瓜还是黄地瓜 吃起来都比外线式的还要香甜松软 让人一吃就上瘾 比如红的 红的来说 它的丁就是丁 不像白的水产 水一水这样 还Q 你看像现在有比亚冠改良的 像日本边境的 像我们地瓜我们在搬的时候 好 这个人实在也没够买 这处位在大渡山上的杀戮地区 是全国地瓜的重要产地之一 不过农民表示 在三月初时遇到旱灾现象 雨水比往年来得少 导致番薯藤因为缺水 根筋也跟着枯死 让今年产量锐减将近三成以上 但价格却跟去年相比差异不大 一斤大约只有20块 让农民室相当无奈 价格却跟去年相比 这人价格却跟去年相比 尽管产量大幅锐减 品质并没有因为气候受到影响 现在正式进入地瓜产期 农友希望消费者能多多选购 为他们守住成本 记者陈伯瀚台中采访报导